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很多舞蹈演员非常深情的在阶梯的置景下面 然后整个大屏幕的感觉 然后还有吊起来的大大的三角 就是应该不会很宏大的我觉得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关注 那我觉得还是要恭喜新姐可以荣获我们的年度乘风席位 那我不知道这一次的乘风之旅 新姐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改变吗 我觉得 我的愿望是达成了的 我来之前我就想我一定要走到成团的那一天 不管成不成团 因为我觉得你走到成团的那一天 就意味着你参演了所有的舞台 然后其实我来就是想多留下一些好的舞台和回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能够跟姐姐们成为好朋友 然后你说有什么收获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比之前要不那么容易否定自己了 就比如说以前会觉得一件事情 我没有尝试过 我没做过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说这个这个我不行我不行 我没试过 但现在的话就会觉得更有信心了 比如说像跳舞或者rap这种事情 因为以前就是虽然有尝试过 但是一直也觉得自己不是很擅长的 然后但是经历了这么多 这一段时间很密集的学习和锻炼和跟大家一起的努力 就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还是 就是逼到那个份上了 潜力是能被激发出来的 你是能行的 对所以现在就觉得 以后可能在生活里再面对很多事情 就不会轻易的说我不行 就是我得先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 其实欣姐有一个更擅长你知道啥吗 啥 摇滚 来说如果能组一个摇滚的乐团想跟谁组 其实在节目里就是我们私下里姐姐们 第一个跟我很直白地表达的是欢欢照一欢 就是因为我们移工的时候有那个有你在的舞台 然后她跟我说 她说欣姐我会打鼓 然后后来她在她的那个舞台也 其实有打鼓了 对然后第一个跟我讲的人是她 然后后来有跟我提过想 想做乐队舞台的是何姐 对因为她唱歌很棒嘛 她之前自己的歌里面好像也有发过一些摇滚类型的歌曲 然后但是她听了我的歌以后她就觉得 哇 摇滚好像还可以玩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她是跟我表达过的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那个 他们有一个摇滚乐的舞台 就是当时他们有三个队长秀 就是浩宇和七威和何姐 他们唱了一个Superstar 然后那个七威有一天还跟我讲说 说欣姐来跟我们摇滚啊 其实他们都是很喜欢摇滚乐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吧 就可能在这一次的乘风之旅里面 我可能跟摇滚这个舞台擦身而过了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因为姐姐们的关系都很好 将来可能一定会有姐姐来找我一起摇个滚的 希望未来某一天可以看到这支姐姐的限定乐队 一定会的 而且我们前面其实采访了很多姐姐 你是大家公认的我们的乘风的小哭包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乘风花洒 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小的短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 谁是姐姐里的小哭包 刘欣 其实刘欣也是 还有刘欣 这个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她真的很爱哭 她真的很爱哭 她是那种就是她看着别人哭 她就过去哄你的时候 她也跟着哭一通 哎哼 看起来很刚硬 但实际很柔软 这样撑着了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这样记得我真没想到 哎呀真是 哎呀真是 走 再没看到我都快哭了 那面对这个队友的认证 视频的铁证 欣姐请问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因为我们后来有一天 就是有一个联会 姐姐们的一个小晚会 然后那天晚上又给姐姐们颁奖 然后我就是有一个最爱哭的奖 然后我就是实质名贵的拿到了这个奖 咱们下一道评选的是 水做的节 由心 从录制开始到现在哭了超过二十余次 咱们的花仨 嗯 实至名归 哈哈 所以欣姐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比较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我非常感性 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候很感性很感性 我觉得可能在 专注在一件事情那一部分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理性一点点 明白那你最近一次感性到流眼泪 还记得是因为什么吗 刚刚 现在眼泡已经有点胡润了为什么 是刚刚 因为你知道之前有人问过我 就说成传业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应该特别感动 然后特别那个 我说我想象当中 应该就是我们一群人哭得稀里哗啦的 但是没有 因为最后这一段时间 就是已经完全顾不上了 就是没有任何想法了 太累了 就是脑子里要装的事情太多了 然后你同时有好几个舞台要做 然后你每一分钟你在台下的时候 你都在想那个舞蹈怎么跳 那首歌怎么唱 然后那个舞台上我应该站在哪个位置 就所有的 就我只是一点时间都没有了 专心投入在舞台里 因为你像之前比如说小酷包 比如说刚跟姐姐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聊天啊 然后聊点 就是比如说自己的经历啊什么 就是你会有那个共情的机会 对有那个时间 然后比如说你在欣赏其他姐姐的舞台 那个时候你都会被感动到 最后一攻的时候就是 也是别的姐姐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就在楼上疯狂地换衣服 然后改装 然后就是你也没有时间去看其他的姐姐 然后就导致反正也没给我机会 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在成团业当中 给我留下了一个干净的脸 没有哭的乱七八糟的 但我有时候哭点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不一样 比如聊天的时候 如果你就是眼圈泛红 我马上就会 真的吗 我就会控制 就会被传染到 但是有时候 比如说你看一个电影 就大家都哭 但是我可能就不懂 就是奇怪的泪点 对 但是有的时候看一个可能喜剧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待会儿我就哇哇哭 然后周园就说你为什么 我觉得之所以她哭 是因为她很暖 很多网友都说 流行不光是小哭包 还是一个小暖包 在整个成风2024的过程中 对暖宝包 经常地去关心其他的姐姐 我觉得能参加这一次2024的成风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我身边的很多很多姐姐们 就是彼此之间 都给对方很多温暖 你像王林姐姐是 就真的是 私底下里 对我特别无微不至的一个姐姐 因为我身体就是不是很好 然后王林姐姐 是行走的医疗包 还有很多药 然后保健的方法什么的 然后包括欢欢也是 就是即使后来那个 欢欢就离开了成风的舞台 然后后来她还送给我一大盒 就是各种保健方面的药品什么的 然后包括像朱丹姐姐也是 就是她经常给我们带的好多水果嘛 然后给我发信息的时候 就比如说她看到一篇什么文章写我了 或者是她看到一个什么照片上 是我 她就会夸夸我 然后就 就是可能 你感觉语气上好像说 哎呀你看我们家仙真帅呀 什么什么 但其实你知道就是她 她就是想在每一个 她看到的瞬间都 跟你分析 一直鼓励你 就是我们的感情不止在舞台上 对 其实我觉得新姐现在回忆起来 眼睛里都会有那种淡淡的微光 所以很多网友也说 姐姐的舞台结束之后 他们会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阶段反应 就是看不到舞台了就太响了 所以新姐你会有这种阶段反应吗 我有的时候也会回去再看 当时舞台的视频 对就是因为你看到那个舞台 你会 我自己会看到很多 就是在训练室里的画面 就是 全在脑子里面闪现了 对 然后就会想起很多小的瞬间 然后会觉得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最难忘的一个瞬间是啥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其实挺难忘的一个瞬间是当时 菲菲来帮帮唱的时候 那一天 就是 我们在那个棚的外面 因为她当时身体出现一些状况 然后 就是想让她呼吸心间空气 你笑喘犯 可能太闷了里头 你出去吧 出去吧 她出现状况了 然后那边舞台又在等她 然后是一个很胶着的状态 但我突然有一瞬间 脑子空白了 感觉人抽离出去了 然后就感觉我好像在天上看 当下的那一刻 感觉那个时候就 我好像在告诉我自己 就是 什么都不重要 人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外表 拽酷炫 内心小暖包 就是这样的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虽然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我就是想在那看着她 我只是觉得她可能看到我的时候 会比较安心 她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她心里肯定在想舞台的事情 我跟你讲 我特别理解她的那种状态 因为她是特别特别 怎么讲的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一个人 而且她又特别专注于舞台 所以她当时的那个脑子里 所有的东西都是 尽快调整好状态 然后马上去上台 就是反正 没问题 走吧 没事 你确定吗 没确定 不能理解 欣姐那个MBTI是啥 你猜 是E吧 你觉得呢 真的是E 你也觉得是E是吗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分环境和气场 但欣姐应该是J人感觉 你这是一才一个不对 完全避开了正式答案 这挺厉害的 那就是INTP 咱们就全组合一遍 INTP 哎呀就前面俩对 INFP 对 INFP 如果是INFP的话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内耗的人 是不是 有一点 就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比较阴谋吗 会 但是我觉得夜深人静 阴谋这些事情应该大家都会吧 对 正常的一般怎么排解这种情绪 还是就享受 享受 嗯 成峰结束之后 有没有想跟这个姐姐们一起去旅旅游啥的 想啊 特别想 也曾经约过一块说将来 来北京啊 就找我啊 我就是地主 比如说来去上海的就是有 他就是地培 他就是导游 然后就是一块怎么里面 我很好奇 心姐 如果让你组这个局的话 你会想要约姐姐们一起去做什么 可能就是 我很喜欢大海 我特别喜欢海边 就是去吹吹海风啊 或者找一个很安定的地方 然后可以放空的 然后放放音乐 对 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 菊头会是谁呢 主菊王 主菊的 好像是我 做计划的好像也是你 我不想 也不想 我不想 但是没办法 反正现在是我们有一个大群 就是所有的姐姐们都在里头 然后大家现在会 会分归属地 就是先分清楚 北京有几个 举手咔咔咔 然后上海一共有几个 对咔咔咔 票趋势的这种聚会 对 大家先会报自己的地名 然后就是先地区 可能的情况下先见 然后因为现在可能 刚结束成功录制以后 大家都是最忙的一段时间 就是都会到处飞 所以可能最有机会见面的 就比如说咱们自己家里的节目了 台里的节目 可能就会有更多机会见到姐姐们 那我们现场其实也准备了一个小的互动 因为大家都说 我们新解释六边形战士 你看唱歌跳舞乐队编曲等等 就是非常的全面 12边形 对 但是如果现在给你一个全新的空白的六边形的话 你会想要怎么去填它 填吧 全填吧 对 六个边 你分别希望是什么 就是全填吧 先写一个有钱 有钱 这个很实在 我们很喜欢 然后幸运 幸运 颜值 然后健康 姐姐你把这个当成了许愿吧 我管它 那开心就好了 先写有钱 先叫有钱 心姐姐的字好可爱 她那个有是一个圈 有颜 三块的 有颜 然后健康 健康 对 健康是第一位的 然后呢 有才华 对 幸运 快乐 嗯 开心很重要 好 好 我们从这个六边形战士版 变成了许愿版 真的 是 变成了一个祝福 如果说有一个超能力 有做一台时光机 想穿越回过去 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 我想穿越回 我爸妈谈恋爱的时候 然后呢 我想看他俩是怎么谈恋爱 然后有我的 然后后来怎么养我 把我一点一点养大 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要回到我上学的时候 告诉我自己 千万不要放弃打游戏 因为他在未来会成为一项运动竞技 所以现在星姐的游戏水平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但是 因为上学的时候竞学习的 没有玩儿 应该让蜜姐姐都带着 还是很爱玩儿 我慢慢没想到这个话题 可以聊到电子竞技 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非常深刻的 改人的话题 没想到变成了游戏 那如果就是让你对过去 比如说某一个时刻可以做出一个改变的话 你会希望是 我不想改变自己 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才过到这个岁数 才积累了这么多经验 我为什么要回去 挺好 都挺好 对啊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我所有的经历 没什么想改变 那我现在想替我们的歌迷问一个问题 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乐队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的 我们的《遗忘俱乐部》 乐队其实就是按部就班的正常的演出 音乐节 然后写歌发新的专辑 然后但是因为 怎么说呢 大家一直在催第三张专辑 然后现在才刚刚起步 因为 大家别急 再等等 我知道你们急 但是你们先别急 我还是希望 就是因为我理解大家 就是大家会觉得 你上了一个新的节目 然后你现在关注度是最好的 你现在发专辑那效果是最好的 可是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希望我的每一首歌 每个作品 是我真正自己反复推敲过的 我真正有感而发的 我满意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别着急 就是 我会尽快 但是我还是希望它 就是 是值得的 嗯 就是 这个孩子不能是因为是催出来的 得是他就是有爱的 生出来的 要有自己的坚持 所以 接下来可能 最近会比较忙 就是因为演出啊 然后可能还有别的节目 但是 反正只要是我 稍微有一点点时间 我都会投入在创作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等待也是值得的 嗯 其实参加了《乘风2024》以后 收获了更多歌迷 对你的喜欢 还有以前的那些歌迷 那此时此刻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就是 别再cue我唱跳奶奶这件事了 不再再cue了 唱跳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对于我来说 虽然真的打开了一扇大门 就是 很年轻的时候 会幻想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后来就真的是没有想过 往这方面尝试 但是我觉得 就是隔三差五的 如果有合适的舞台 我还是会 所以 不会完全放弃唱跳这件事情了 请大家放心 但是对 它不会是我的主业 对 但它会是我舞台的一部分 甜蜜的任务 张玉琪的工作日常 欢迎玉琪宝宝来到甜蜜的任务 很开心 这是我的歌手张玉琪 这一次我们参加的是 突围下 你有什么样的目标 好好唱 唱得开心 想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和乐器 歌手的这场旅行 对你来说是圆梦吗 那你参加歌手 你觉得自己想要跟哪个歌手合作 好了 那这就是歌迷认证 很多观众从歌手当中 认识到玉琪的时候会觉得 原来你私下还是这么的安静 但是后来发现 一上台一开口 居然疯到模糊 但其实我在家里也挺疯的 疯完 我在家里面 听歌蹦迪呢 就一般本事会比较容易 在什么地方偶遇你呢 超市 大超市 在长沙逛了多少次超市 很多的粉丝都喊话于其想 让你参加更多不同类型的综艺 有这样的想法吗 旅游吧 我没有一个人旅行过 但是就是有点想试一下 更多精彩内容 锁定7月28日 周日12点甜蜜的任务 张玉琪和你不见不散 靠下了